第26屆全國大專院校環保節能車大賽之前 在鹿港車輛測試中心舉行 開大選南瓜一冠軍三亞軍兩家座 其中電動車主動態競賽項目 更以32圈的成績打破大會記錄 創下長年五年冠軍的新紀錄 今年因為爆胎導致煞車失靈 然後呢最後導致翻車 沒辦法為學校地下佳績 但是今年呢我們全土重來 把車子的設計全部重新的再做細微的調配 吸收去年錯誤的經驗 讓車子今年的調配更加的完美 然後達到今年幫大業守住第五年的電動車冠軍 然後以32圈破紀錄的全數達成第一名的成績 機械系主任計劃為止除今年共有四支隊參賽 承認出了機械系公設系學生之外 還有大陸龍眼學院三名學院的交換學生 共同組隊參加總計爆回六座的獎盃 今年我們特別好的成績是電動車 電動車我們都知道是未來車輛的一個主流 那今年我們很幸運的在電動車的部分得到第一名跟第二名 那這兩隊的成績都比去年的成績要更好一些 那也雙雙打破了我們這一次的大會紀錄 那當然我們希望來年能夠有更好的成績 特色的話最主要就是說 那個學生呢 他有老師去帶領 帶領學生從這個設計 從這個製造 然後到了測試呢 那都有老師來指導 那同學們自行的去設計分析製造測試 但是呢中間就是最重要的就是 學長姐呢帶這個學弟妹呢 去逐一的去克服 校長梁卓中表示 環保節能車大賽是機械系學生的年度盛世 學生每年參賽都以第一名為目標發揮所學 從武道友做出一輛會跑 又省能源的車子 學校秉持德國式仕途制的精神 不只是老師帶領學生做中學 學長學姐也傳承經驗給學弟妹 提升車隊技術能力 因此能夠再創佳績 大業機械連累無法戰 大業人新聞劉慶孝採訪報導